一片黑漆漆 台湾刚进入炎热夏季 从南到北多处都传出停电 而彰化县 七月六号开始八小时两度停电 连彰化医院都遭殃 为了供电稳定 现在蓝白联手要在十号修法 让核电厂研议 民进党应该有很多同仁跟我讲说 你要修六十年 为什么不直接把它修成八十年 我跟他讲反对 心理上想 还是会担心我们的电不够 只要立法院通过 他们就会遵守 这是我听到比较良性的反应 立法院教育文化委员会 十号排审核子反应器设施管制法修法 外界预期将有三个情境 包括像是本会期三读通过 或是仅送出委员会 但仍需打延长赛 或者没有办法进入实质审查 而此次攻防重点有两个 第一个是核管法第六条 将原本核电厂运转执照有效期限 有目前最长四十年延到六十年 而第二是将原本核子反应器设施运转执照 本来应该在有效期限届满前五到十五年进行换照申请规定 而现在就要将这个限制废除 那你到底想出核废要怎么处理吗 那你想不出来你有什么资格凭什么要 参议核电要演绎 礼拜三当然还是势必 民进党会请全力来反对核管法 民进党立委强调绝对不会让修法顺利过关 而蓝绿持续炒翻天 但民众以及企业只希望能不再受突如其来的停电跳电所苦 三立新闻华少平洋指玉台北报导